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以学知实话为新大学的理念提倡学历 实际 调和 经济开展的公开的讲座 语言学习会 派遣留学生 鼓励了体育运动等等 也许呀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些理论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正是因为它的不稀奇才更加令人肃然气急 因为呀 这是一百名前代大学的理论 我相信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日本的大学教育 学知实话 那不仅仅是要求大学 作为人们学习 研究学问 追求真理的理由 更要的提出了对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思考 并且提供了构建理想社会所需要的精神 学问和实际的诠释 关起来认为呀 自身的教育活动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呢 拥有坚强的地址 在不接近性越来越大的社会中 要能够自己克服困难 要能够自己开草备案 他们培养学生尊重多良性和创造新价值的东西 从关系大学的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所具有千瞻性的大学 即使啊 把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前的办学的精神拿到今天 我认为它也不过是 当然 今天的关系大学仍然是在下车发展 它目前已经拥有法学 文学 经济 商学 政策创造 外观语 人间健康 综合信息 社会安全 系统理工 环境 都市工学 化学生命工学等十三个学部 还有呢 研究生院 法科研究生院 会计专门职研究生院 留学生别科 这样的一些呢 综合的学科 成为一所综合的大学 很有意思的是 在关系大学的官方网站里边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挂分 1886年以后为创立阶段 1982年以后为石化阶段 1945年以后为新生阶段 1970年以后为扩中阶段 1986年以后为雄飞阶段 这所具有了135年历史的大学 始终在不断的前世 关系大学的千里山校区 被于大阪府推荐室 在这个校区里边呢 有十个学部 有十一个研究生院 研究科 还有三个专门式的研究生院 可以说呢 这个校区 另外他还有一个新的校区 在1993年中国 当时呢 为了给学生们机构更好的课外活动 建设了不少体育设施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建校区 梅田校区等等 据我了解啊 关系大学还与世界各地田园机构 建立了很多做的关系 比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博物馆大学 中国的互担大学 浙江大学 还有美国的普林斯大学 哈佛大学等等 此外呢 他还和知名的海外大学 签业了很多合作的协定 我们提到的一些大学 另外包括呢 像建桥大学 伦敦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巴黎大学等等 学之实话 其实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就业率上 根据关系大学观光导断 提供的就业率的成绩 我们看到啊 2020年 关系大学的就业率 比97.8% 随着呢 在巨大规模 也就是大企业当中的就业率 达到了64.3% 中小企业的就业率达到了23.1%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他们就职的行业 有制造业 有广告行业 其他服务业 信息中心行业 占到了50% 在日本各界的顶层活跃者的 关系大学的效率 也是数不胜数的 像包括呢 参议院的议员 各线的知识 学界的太州 财界中证等等 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 武田制药的创业者 还有呢 这个乐敦制药的创业者 帝国数据的创业者 还有包括松下电器的钱贵 都是关系大学的效果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系大学的学知识 最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 在日本著名的信息网站 密克力 发布的大学品牌的排行广告 升学品牌的调查2020 这样一个调查当中 关系大学已经是连续13年 位列了关系地区 高中生下包括了首位的大学 也是关系地区认可度 最高的高等学生 各位屏幕前的 中国留学生们 还有下转 最后我还是要说那句老话 在日本上大学 就是要上名牌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